是 喂 又怎么了 什么 又怎么了 就剩四分之一把面了 同志 请你下车 什么 又没有版面了 开什么国际玩笑 昨天晚上还有的 今天怎么就没了呢 同志请你下车 是不是他们要加钱 你去跟王主编说 要跟我们V公司合作 坐地起家 那是不可能的 当然不行了 我只要结果 我不想听过去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很多次 我不跟你说了 同志 请你下车 喂 许总 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你去哪儿了 赶紧回来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但我确定我要被捕了 你再不下车 我至少强迫你下车了 你身边开箱 身边开箱 喂 喂 月柔被捕了 被捕 为什么 不知道 这法国董事马上就要来了 公关总监不见了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叔叔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扔掉了 那超速呢 我是真的不知道这条路限速 不知道限速 城市里车速最快不能超过六十 你驾照怎么考的 还不只是超速的车 你开着一辆车 朝人民警察转过来 你知道吗 我发誓我真的没看到一个警察过来 那我是什么 人 人民警察 这是我的驾照 这是我的刑事证 还有 这是我的名片 我可以赔上您全部的损失 但是 我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一定要去参加 所以我非常诚恳地跟您道歉 对不起 我没说你可以走 我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 警察同志 警察叔叔 我第一次犯你就不要给我纠结了 好朋友 我正式告诉你 你涉嫌袭警 还有超速驾驶 好朋友 干嘛呀 开车啊 去哪儿 你把我的车撞烂 你得先送我回单位吧 大姐 真是你大姐 你是V公司的 您也知道我们公司啊 我以为你们人民警察 只知道抓坏人的 如果您感兴趣 或者是您的女朋友 或者是家人感兴趣的话 都可以找我 因为我们有那个公司的 公众开放热活动 我们会针对全国各地的参观者 让他们来体验一下 我们的企业文化啊 或者是品牌产品什么的 这部分刚好由我负责 而且我们这一季的主打产品 叫做青阳 你听说过吗 没有 知识 我们有针对男士的洗发水 我不用洗发水了 我用肥皂 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的洗发水 我们的洗发水是密质配方 而且在法国有专门的研发中心 用的都是最好的科学家 最好的设备 这么好啊 对啊 有鬼 您既然这么感兴趣的话 我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公众开放日的活动 您看 您是我见过最帅的警察 而且特别 特别 知识丰富 对 鞭博 而且时尚品味特别好 跟我们的青阳品牌的形象特别的符合 不好意思啊 不知道这样说你们人民警察是不是合适 得了吧你 你把我当傻子啊 随便拍拍广告 吹吹头发 聊聊洗发水就可以把我哄高兴了 你们公关的职业不就是哄人吗 其实没有 我都没听说 我都不可以 在年轻人吗 我都不可以 了 我都不可以 我今天可以 我认为 我会参加 对 地板一定要干净 而且呢空气当中呢 就要搞些香薰 这样子的话 空气的素质会好点 对了 从花盘搬走 法国人不喜欢 谁来搬啊 我吗 去找些人来帮忙 好的 对了 侄然 这叶柔怎么办 法国董事们肯定会问起 难道说她被捕了 就说她去搞警命连欢了 好 这里又好 对 来来 喂 喂 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 叫叶柔的 她现在在我这儿 叶柔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 在公安局里面搬花盆 谢谢 今天中午啊 咱俩好好庆祝一下 求你了姐姐 我还得工作呢 我老板 要生了 就那许然啊 他不都已经是总经理的吗 身身总裁了 那是啊 可是这跟你好像没多大关系吧 你也跟你一块身啊 这就是你这种头脑简单的人 想不清楚的地方了 表面上我还是助理 但亚太区总裁的助理和总经理的助理 那完全不一样好不好 以前我跟着我们许总 每天见董飞都是些什么 销售总监啊 媒介总监什么的 以后 我见的都是大财团大董事 我见到一个帅哥 特别帅特别酷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就躺在台车的地上睡着了 不过遗憾就是一酒鬼 可是他真的非常地帅 是吗 嗯 喜欢你就上 希希 你说 以你现在的条件 你想找一个多好的 那也不太现实啊 对不对 你说人家图你什么 你有他电话了吗 没有 不过我今天又见到他了 他有车啊 奥特吧 是宝马 是他的吗 不知道 我最后提醒你一次啊 你根本没有权利把我支柳在这儿 你这样做的后果会非常严重 还有 在我的律师来之前 我有权保持沉默 我就要微笑 微笑的微笑的笑 微笑的微笑的微笑的笑 警号010492 如果有意见你可以投诉 你不想我 我一看名片是你手下 你说巧不巧 你不是去怕莲花公馆的吗 怎么会碰上他呢 是啊 结果里面这一位开车冲出来 差点把我给撞了 超速驾驶 违章驾车 态度还那么差 因为是你手下 所以没报交警队 这不像他的风格 看来你这个老板 得花多一点时间了解你的下属 是 韦警官 现在他的老板有急事要找他回去 你能不能高抬贵手啊 可以 这个月点评你报了 没问题 今天已经二十九号了 下个月 那就下个月 魏警官实在是不好意思 给你们添麻烦了 你看这是不是你的人 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徐总 我叫的 你怎么还打小包固啊你 什么态度 坐下 你是不是V公司的人 他是不是V公司的总经理 我打电话到你们单位 叫你们领导来领人拿点错了 你就是没有理由滞留我 徐总 不好意思 你添麻烦了 叶总监 魏警官打电话给我没错 你态度不对啊 好好管教你的手下 超速驾驶 违章驾车 一边打电话一边开车 对自己不负责 对他人也不负责 什么素质 还总监呢 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较劲呢 赶紧给人家道个歉 还有啊 该赔偿的也要赔偿 是啊 连我的电驴子都撞烂了 气会我动作快 要不然连我也撞烂了 叶柔 这不是你做事的风格 好 我承认 之前有态度不好 律师呢 不是等律师吗 魏警官 对不起 我对我之前的行为 深表怯疑 带回去好好管教你的手下 别再给人民警察添麻烦了 对今天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 不过那完全是个意外 那个警察他 叶总 你所生的时间还不到半个小时 我不想再有别的意外发生 不许 unable 我像 Sidon 试试看运气吧 看在这儿能不能碰老大 刹书部的人都到齐了吗 都到齐了 你是媒体朋友吧 采访就在这里 这边请 你跟我们夜整熟吧 今天来的三个贵宾呢 是特别总总部 赶过来跟我们过圣诞节的 如果你要问我看法的话 我得说 总部对我们中国市场 真的很重视 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 我不是记者 你不是记者 你可能是因为 看到我拿这个 所以以为我是记者吧 但其实我不是 那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一名拍客 不好意思啊 刚才没有跟你讲清楚 谁让你进来的 我刚进来的时候没有人问我 那我现在问你 你进来干什么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这栋大楼里 没有几个人敢这样跟我说话 我现在怀疑你窃取我们公司的资料 我要检查你的撤相机 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我有权利叫保安 我不敢保证能够查到什么东西 但是我保证 你一定会很麻烦 那你就干脆叫保安好了 接着 现在我皮疙瘩上有你的指纹了 跟我去见保安 不要走 怎么是你啊 他偷东西 他偷东西啊 他 他偷什么 偷我钱包 算了 抢回来了 是啊 对了 我们人到齐了 去看一下吧 好 欢迎 欢迎 你好 苏翠 你好 你好 马董 好 这里呢 我要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徐然 这是马董 这是苏翠 这是陈生 三位 欢迎到来 来 到里面吧 好 欢迎 欢迎 销售总监江东 你好 我是江东 你好 公关部总监叶柔 欢迎 欢迎 你好 还有我们呢 行政部总监 财务部总监 各位 掌声热烈一点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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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岁江会所的主任吧 这位先生 搭讪的方法也很多久 你这种我就很奇怪 我这个人最不喜欢拐歪抹角 一句话 我想买房 把你那都买下来 我想你去找错人了 买房的事与我无关 既然熊小姐没有意愿合作 那就算了 真倒霉 这年头想花个钱都这么难 虽然我不是房主 但我是他朋友 不知道这位先生你怎么称呼 我可以理解成 你现在在向我搭讪吗 那你可以接受吗 我这个人的习惯 向来就是来者不拒 更何况熊小姐是个美人 我姓安 安全地安稳重地稳 都叫我安绍 安绍 可以给我你的名片吗 昨天已经给过你们管家了 发来发去弄得跟小广告一样 有没有笔 我写给你 安绍 安绍 都叫我安绍 保安啊 公安的呀 我猜熊小姐的想法 一来是想看我到底是什么人 二来 她想从我这个富二代身上 乍点油水 我猜熊小姐的想法 她很急哦 喂 你谁啊 我不认识你 干什么呢 熊小姐 不好意思 我没听出来 怎么了 好啊 可以 当然可以 你说了算呗 好啊 那就这样喽 她想跟我碰面 你呀 不惧好莱坞还真可惜 差你一点 别这么看着我 我不卖身的 好啊 她说啊 那头楼里面 没准人敢不回答她的问题 那就只有我老板许然了 不可能啊 许然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像我们公司另外一个人 销售总监江东 她要是喜欢你的话 对你特别好 要讨厌你的话 把你往死里整 这种事她干得出来 后来你怎么出来的 这就是重点 上次那个酒鬼啊 她忽然之间就出现在我面前 还帮我挡住她了 我就趁这个时候 又走了 她长得什么样子啊 刚刚硕硕的 难道真是我们许总 她也开两包嘛 怎么可能 不可能是许总吧 我们许总也很帅 也很仗义的 我跟许然根本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怎么可能是她呀 谁知道呢 她们这些有钱人 难保就有一些怪癖 喜欢扮什么酒鬼啊 英雄救美什么的 你吃饭声音轻点 她怎么会在那儿啊 不知道 她跟你说什么了 唐七七 还记住你名了 我知道了 那个人肯定是研发部的 我们公司研发部那些怪人啊 又有钱又古怪 都是些科学怪人 科学家 你不要大理她们啊 她有科学家的头脑 有介意勇为的魄力 人还长得帅 这也太完美了吧 七七 你现实一点 你不要买脑子幻想好不好 她可是个酒鬼 我觉得她蛮有趣的 你说我要不要去谢谢她呀 她那天是第二次救我了 随便你 许总给我出了题目 你 她是开心 有一种 那一种 不能在那儿 她说 她是在这儿 终于 她不知道 她说 她抉择了 好 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快回来了 急着要跟我签约啊 我当然想了 可是我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听说你们公司要有人事变动 我担心会影响到你 因为 有人在传关于你的谣言 关于我的什么 关于你的过去 而且是从国外传回来的 现在的情况对你很不利 所以你暂时不会跟我接约 我不想浪费时间和精力 谢谢 总是要开始的 总部这次将我们派来 是有重要的人事安排要学 当然了 也是顺便跟你们大中华区的同事们 共度平安宴 很荣幸由我来宣布 首先我要感谢李志辉先生 你和你的团队这么多年来 给我们魏公司带来的杰出成绩 和卓越的声誉 失去你确实很艰难 这对于我们来说 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决定 这回是我们亚太地区的重大损失 但是毫无疑问是中东区的幸运 对不起 什么意思 中东区 对 你就是我们中东区的新任总裁 新年后 我们就会陪你到丽雅德 中东区总部去认识 等等 马董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要把我调到中东区去 我对那里不熟悉 我属于这里 大中华区 在这里我如鱼得水 而且 我建立了强大的销售网络 还有很好的人脉资源 更重要的是 我成功地控制了运营的成本 而且扩大了销售的份额 我找不出我任何离开的理由 马董 这都有不公平明白吗 不公平 我认为这是总部对你的幸运 中东区更需要你的经验和能力 而且我们都相信你的忠诚 知道你 是不会紧紧的 我要拒绝呢 我太太肯定会反对去中东区 我要考虑我的家庭 我们为你准备了丰厚的条件 给我石油吗 打起精神来只会 我们相信你 今天回去好好睡个好觉 过好平安夜 明天醒来就又是个斗士了 等你布局好中东区的事务后 我们将在巴黎总部会面 我们不都是什么过来的吗 我代表公司送给你的小礼物 一罐纪念庄的中东石油 我代表公司送给你的小礼物 恭喜你 各位好 都来齐了 现在由总部过来的苏山望 给我们宣读一些重要的消息 首先我要恭喜你们的李志辉总裁 获得总部颁发的特别贡献奖章 恭喜 谢谢 然后我宣布李志辉总裁将告别我们 离开亚太区 他将前往中东区 开辟一个新的田地 别看我 我也是帮助了 大家不要紧张 接下来的任命只有小小的变动 下面由我给大家宣布一下新的人事结构 我们深知亚太区 特别是大中华区拥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 所以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小小的变动 由我来代替李志辉总裁的职务 同时我还将和徐然总经理 共同负责大中华区的管理 徐总 那个女的太过分了 根本就是夺权嘛 从什么时候开始呀 太区的总裁 要跟大中华地区总经理 共同负责大中华地区啊 喂 你猜到只有结果吗 我还挺高兴的 你可以不用再来骚扰我了 我会继续给你打电话的 报复程序现在开始 我很享受打击你的快感 游戏题目又来了 你觉得你距离像一个倒霉 还有多远啊 有多远 我真的没多远 啊 听说你酒店天台养了只猫 最近天气变得很冷 你觉得他还在不在啊 三位董事 徐然是我一直向总部推荐的候选人 为什么不让他直接接替我的位置 反而还要缺有他的权利呢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这是临时决定 我们在总部听到一些 关于徐然不利的传闻 所以临时冻结了他的任命 该由我来接替 可以问一下 是关于什么样的传闻 商业诈骗 有关他在美国的经历 有关他在美国的经历 你是 我是新来的 那天来报道的时候没有问清楚 请上二楼 好 谢谢 等一下 喂 等一下 等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现在是在环球酒店顶层的平台 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在这里有人养了一只小猫 这里有一只猫石盆 还有一只水盆 可是不知道是谁养的 会是这里的服务员或是厨师吗 是你养的这只猫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跟踪我 送给你 送给你 升纳礼物啊 谢谢你上次救了我 也谢谢你昨天帮了我 谢谢 以后少到这儿也乱跑了 为什么呀 这是天台 穿高跟鞋很危险 喂 天台的风景怎么样呢 你想干吗 没什么 我就想提醒你 酒店员工都去参加迎圣诞活动 清洁工又提前下班 一直要到早上九点前 都不会有人上天台 你真是个疯子 别那么激动嘛 我就想跟你说一声圣诞快乐 还有 打完这通电话 你的电话也要去过圣诞节了 有人吗 打电话赏人吧 我的手机信号被人屏蔽了 有人吗 我的电话也屏蔽了 所以我们要把上次愉快 就在冲刀阳光地 还走一通电话 大体 我们可以用水尿加入冲刀 卷出来 沥大的世界 会不会有没有 也不虽然 如果有一个人在家心里 已经很简单 awarded 大厨 所以我们把上一排 那样 也有没有 谢谢 许总人呢 我又不是他的小尾巴 他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啊 那你的助理是怎么当的 喂 来 干杯 许总人呢 不在服务区 你继续打给他 有没有人啊 今天是平安夜 所有的人都在下面忙 没有人会到天台上来 没关系 没关系 他们要到明天早上九点才来上班 我们俩在这儿待一夜 会冻死的 你不是从那里不怕冻吗 什么 你就喜欢喝醉酒的时候 睡在露天的地方 你根本也不怕冻啊 可是现在没有酒 只有这个 怎么样 联络上了吗 还是没有联络上 喂 喂 你认为你那叫笑的人能听到吗 至少这样不会太冷 我才不会用下你这么喘的方法呢 酒店的清洁工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不会真的是要到明天早上吧 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看来我真的要跟你在一起过平安夜了 有什么用啊 不用说话的 光喊就好了 你看 都准备好了 都在等我们呢 素素 谢谢 来来来 模特 前生 来来来 来 我们各位招管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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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监 来 我敬你一杯 我知道你是营销冠军 也知道你是许总一手带出来的队伍 你们是好朋友 我进B公司 不是因为我是许总的好朋友或老搭档 而是因为我的实力 当然 你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因为你们是好朋友嘛 你看今天晚上 许总到现在都没有来 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或者说对我们的人事安排有所不满 没关系 你去说好 我想你误会了 许总今天心情很好 他应该是有其他的事情吧 那最好 我个人非常欣赏 我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 适配了 来 我敬你们一杯 祝福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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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想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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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些人的嘴脸 一个晚上还没有结束 就跟苏珊王打得火热 江东啊 你最大的毛病 就是爱七脚 你已经跟定学 你管他那么多干吗呢 我就是看不惯 看不惯就不要看 很多时候就算我看不惯 我也得看 就好比 好比你了 各位亲爱的同事们 今天真的非常地高兴 可以和大家一起共度这个 愉快而美妙的平安夜夜晚 今天我们所有的高管济济一堂 但是更重要的是 有三位 从法国远道而来的董事局成员 和我们一起共度这个平安夜 大家掌声欢迎他们 这个时候我要请出一个人 他就是我们新任的大中华局总裁 苏珊王 有请 苏珊 由你现在来为大家致辞 来 今天是个特别的夜晚 在这个夜晚 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跟我一起度过 我觉得非常地荣幸 虽然今天是第一次到公司来 但是我已经充分地感受到 大家对我的热情 在以后的工作当中 我希望能和大家合作愉快 为公司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业绩 我宣布平安夜庆典 现在开始 在这里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亮灯仪式 由我来主持 由我们的苏珊来按灯 好吗 我们一起来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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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刚才有人能看到我们那个飞机吗 你还有别的张吗 都那么久了 没有一个人上来救我们的 你还有个纸吗 纸 纸 就这个了 你要用这个飞啊 你确定这个飞得下去吗 你疯了吧你 飞机太小了 下面的人可能看不见 我把西装扔下去 一定会有人注意到的 你盯着我看看什么啊 我这件衣服 是不可能牺牲给你的 金光怎么样了 他需要长时间的修友 医生说 他现在的健康状况 受不得任何劳累了 确实相当的遗憾哪 其实苏章旺这个人 他是一个天才 他能够从铁公鸡那里挖倒进 不过现在一切都完了 我们不得不把他送回巴黎总部疗养 好 智慧啊 我们得重新评估一下整个策略了 你会继续留在这里 一切按照原样不变 我相信 你们仍然是一个优秀的团队 这个能算是圣赶礼物吗 起码对我太太来说是的 不用穿长袍带面装 她会很高兴 好了您先回去休息吧 只有我呢 好吧 那你照顾一下她 有什么紧急情况马上通知我 放心 喂 丁小姐吗 我捡到一个纸条 上面说徐先生被困在酒店天台 让你赶快去救她 你 不是 你的昨天 有几十个小事 我身边罷得少许 几十个小事 你他们是否找人 我就是出担心 我回来 女生 是游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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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被一个圣诞树 记得心律不起了 我提醒你们啊 别再说那棵圣诞树是李总定的了 要不然它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许总 这封信是今天早上放在我桌上的 好 谢谢 好 点减而生 不就会 怎么样 这份迟来的圣诞礼物还算清喜吧 是的 舒雅他还活着 但我想他也许早就把你给忘了 你是秦珍 他是喜家 不如猜一下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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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 上午什么安排 许总 今天上午有三个会议 时间都已经安排满了 喊机 而且我今天早上一集给您打电话了 可是你没带手机 您可能没带手机 我忘了拿手机 把会议时间推迟半个小时 好的 进来吧 最近 神东管大的拉脚书 就是在下 据曝光两大外资银行高管征服丑闻之后 再次揭露外戚黑幕 全世界最大的快速消费品公司某高层 曾经涉嫌过严重的欺诈行为 此人踩着别人的尸骨 爬上了通天的蝉蹄 成为社会瞩目的精英 但原始积累的罪恶 就彻底被掩盖了吗 请关注本人的后续报道 就差直接点公司名了 有新的网友到网上一查就知道 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公司 就是这位公司 这是一种勒索 先在媒体上爆料 等我们跟他接触 再跟我们要大笔的风口费 太可恶了 这个辣椒书是什么人 一个网络红人 专门爆料大人物 他标榜说每个大人物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他在网络上有很多粉丝 而且爆料的可信度也很高 很多人因为不想自己出面 所以把材料拿给他 让他来曝光 他手上就有一些核心的资料 我建议 我们公司的高层 可以做一次秘密的内部核查 自己绕出问题 总比别人急迫的好 事实上 我已经开启了一些暗访 不需要这么做 我只要你们两个回去帮我做一份评估 如果网上说的这件事情是真的 对公司的公关部 以及销售部 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下班前把这份报告给我 对了 许总 对了 许总 还有什么事啊 我今天早上为了这个事情 给您打电话的时候 不小心打扰到您的私生活 没什么 我只是忘了手机 我明白 我只是想向您保证 今后如果公司出现任何 有关于您私生活的传言 来源绝对不会是我 我很尊重您的个人隐私 也很痛恨那种打探 和传播别人隐私的行为 你想太多了 我只是把手机 放在了别人家里 您昨天和今天穿的衣服 是一样的 相信公司的女性员工都会发现 他们一定会想 许总昨天都去哪儿了 这些年来你每天都换衣服 但除了今天 这些年来你会发现 这些年来我会发现 最后这些年来我已经 我过来 你来说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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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说 我不是 谢谢观看